中国轻氧发动机今年首次试车 轻氧发动机有何不同 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又有何助力 今日,中国北京云港传来巨大轰鸣 这是中国大推力轻氧发动机在今年进行的首次试车 在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启动运行520秒后正常关机 证明了轻氧发动机的试验成功 中国在轻氧发动机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相关资料显示 大推力轻氧发动机主要应于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新一级 也是中国已投入型后应用的性能最先进的低温液体火箭发动机 2021年,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 在航天技术方面的发展也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但这还远远不够 2022年,中国航天将会继续保持去年的发展动力 按照计划,中国今年将依次发射天舟4号、神舟14号 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天舟5号和神舟15号六个航天器 这些航天器的升空将为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探索取得更加丰富的资料和经验 也将为中国完成空间站的全面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这六个航天任务当中,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的发射都将由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执行 而氢氧发动机的首次试车成功将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登陆月球的计划带来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航天将会进入崭新的时代 可以看到的是氢氧发动机属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一种 火箭发动机的种类有很多 像固体火箭发动机、化学火箭发动机、电力火箭、太阳能火箭 甚至还有波数驱动火箭和核动力火箭 液体火箭发动机就属于化学火箭的一种 并且化学火箭发动机也是目前国际社会上使用最多 研究应用成果最成熟的火箭发动机 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 到底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好还是固体火箭发动机好 其实针对两者性能做出比较的话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结构要简单一点 我们小时候过年应该都玩过窜天猴 固体火箭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大号的窜天猴 虽然结构简单但还是有技术难点的 像壳体制造、固体燃料配方、燃料灌装工艺、燃烧控制等 都是需要不断地研究改进 而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内部结构就要复杂得多 大型结构有飞行控制、推进机喷嘴、以涡轮泵为动力的驱动 复杂程度也带来更高的效率 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压力可以达到200多个气压 温度也可以达到3000到4000度 所以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比冲更大、推力更大 可以控制氧化剂和燃料进行发动机的启停 也就是可以反复地使用 同时具备较长的工作时间 目前液体火箭发动机也是中国航天领域主要研发的方向之一 了解了这些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氢氧发动机有何独特之处了 氢氧发动机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一种 采用的是液氧、液氢作为燃料来产生动力 目前氢氧发动机是世界火箭发动机技术发展的趋势之一 可以说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 是否是航天科技强国的标志之一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 这对于探索宇宙的好奇心也越来越浓厚 更加深入的探索就会导致卫星等航天飞行器 有效载荷质量的不断增长 再加上当前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十分激烈的竞争形式 国际社会上各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除了对现有运载火箭型号进行改进之外 更多的都是在努力地研发制造新型的运载火箭动力装置 也就是发动机 如何提高运载能力 降低运载成本 增加发射的成功率 以及适应更加多变的任务要求 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 就是对于新型发动机的研究 中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 便开始了对于氢氧发动机的研究 但在此次试车成功之前 中国近50年以来都只有两种小型的轻氧发动机投入了使用 分别是YF-73和YF-75 这两款轻氧发动机的最大推力甚至达不到8吨 在很多的航天任务中都达不到预计要求 应用受到了局限 当时的轻氧发动机地位就是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非常尴尬 因此研发下一代先进轻氧发动机 成为中国航天工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2001年底新一代的氢氧发动机研发正式立项 不仅是为了追赶世界水平 也是为了中国航天的发展 新一代氢氧发动机确立具有一个系列两种发动机 三个模块特点的新一代运载火箭方案 而这次试车成功的便是两种发动机的其中一种 YF-77火箭发动机 2021年12月 YF-77火箭发动机首台推力式挤压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在这次的试验中 共进行了两次热试验 分别为60%和100%额定工况 试验的各参数与预设数值都完美相符 证明了推力式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获取了冷却夹套温生 燃烧效率等性能参数 这次的试验标志了YF-77火箭发动机的核心关键技术 已经取得了全面突破 可以说离最后的成功只差临门一角 中国航天科研人员的研发速度也是十分迅速 时隔三个月就将宣布了YF-77试车成功 虽然听起来中国对于YF-77火箭发动机的研发相当顺利 但实则不然 中国对于新一代轻氧发动机的研发 可谓是白手起家 2001年项目立项 之后研发进度一直都在缓慢的推进 试验效果不尽如人意 到2007年仍然没有具体的试验结果产生 并且还遭遇了国内外都十分罕见的重大技术障碍 前后四次试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故障 这直接影响了整个项目的进度 研发人员在发动机推进室内全方面的 对产品结构设计上进行改进 但效果依然不理想 整个科研团队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对项目失去了信心 最后经过长时间多次数 从整体到细节的不断改进 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才彻底解决技术性难题 于2019年正式进入试验科研阶段 这其中的挫折和苦难易于言表 这次的YF-77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成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就是YF-77采用的是燃气发生器循环 双涡轮分别驱动液氢泵和液氧泵工作方式 配上其具有混合笔和推力调节功能 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火箭运载能力 相比于其他火箭发动机 YF-77作为氢氧发动机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高能 单位质量的液氧和液氢反应释放出的能量 要远高于一般火箭推进剂 其次是零污染 我们都知道氢和氧燃烧反应的唯一物质是水 和推进剂一样都不是有毒有害的物质 最后是超低温 液氢的沸点是零下252摄氏度 这种超低的温度 为发动机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结合这三点 YF-77是目前中国推力最大的氢氧火箭发动机 虽然此次的试验成功 让中国在氢氧发动机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但可以说的是 虽然世界上能研发氢氧发动机的国家不多 但中国的氢氧发动机推力 算是美国、欧洲、日本国家里推力最小的了 但是这影响并不大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但依然要看清楚差距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完成超越 据了解 比YF-77更加先进的YF-90已经在研发的过程中 YF-90一旦研发成功 将真正赶超其他国家